因为关于乐世界 娱乐乐翻天 因为一切都是中的 娱乐乐翻天 电视剧黄大年塑造时代凯博 传递正能量 我们有责任 把他的这个土地 传播为全能 小夕古版红楼梦 萧月圆为呈现好作品刻苦端研 娱乐乐翻天 欢迎各位收看 《好吃好给你》 玻璃海的点心电 独家国民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各位好 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是的 我发现最近的荧幕上 引选了一批非常优秀的 爱国题材的电视剧 比如说像我之前探班的 还在制作当中的 这个弹孔 试萌 包括之前有一部剧 很火名字叫做《深海利剑》 哇 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说 中国海军真的很棒 那你给我推荐的这个电视剧 是关于海军的 我也给你推荐一部电影 也是关于海军题材的 叫做《红海行动》 它也是展现了 中国海军的风采 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看一下 用心打造精品 电影《红海行动》 展现海军风采 近日军事动作片《红海行动》 在北京举办发布会 电影以野门撤侨事件为背景 讲述了中国海军 蛟龙突击队奉命执行撤侨任务 兵分两路进行救援的故事 影片除了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外 整个拍摄剧组 还得到了中国海军的大力支持 将首次展现出 我国海军强大的军事装备 而有幸参与影片拍摄的 演员杜江 张艺 都对这次的拍摄经历终身难忘 没有开心的演员在休息 导演他在工作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突然 疯狂地来点发我们的门 然后警铃大响 然后就说让我们迅速撤离 因为我们那个野油灯路键 马上就要从那个灯路舱里 开进来 如果那个灯路键一旦开进来的话 整个里面的温度会达到 而是说400度 当那个灯路 大灯路键一开上来之后 真的超乎想象的侦探 终身难忘 只有你真的看到 你会发现 我们中国的海军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 在这样的军舰的这个 保护之下 你会觉得很安全 当天出席发布会的主演们 一个个都是全身容装登场 作为突击小队的队长张艺透露 整个拍摄过程异常艰辛 但为了观众朋友们 能看到精彩的作品 大家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 尤其是这次导演林超贤 片场专心倒戏的时候 还不慎发生了翻车事故 他一边开车 要一边喊口令 告诉我们这场戏的 那个拍摄的节奏 因为当时要抢光 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 他整个连人带车就翻了 就是我们看到那辆沙滩车 那个车开起来的时候 时速非常快 然后翻下去之后 所有的现场工作人员 全闪掉 他自己也受了伤 这是我当时看到 我觉得特别难过 就是一个导演 为了一部电影 能够付出自己的全部 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见过 用心打造精品 电视剧黄大年 感人事迹 塑造时代楷模 近日翻译时代楷模 杰出科学家 黄大年先进事迹的 电视剧黄大年 在北京举行了开播仪式 电视剧讲述了 黄大年同志 回到祖国 带领团队 投身科研的真实经历 展现了他 曝我鼓作 忠心曝我的科研精神 当天发布会上 塑造黄大年角色的 实力派演员 丁永代就表示 作为一名演员 有责任为观众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唯一工作室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把黄大年老师的 这种优秀的评论 和高尚的情操 以最深的动物 最深入人心的章子 传递给大家的观众 他呢是我们时代的开放 他的实力 甚至战斗的每个人 我们呢 有责任 把他的这个附近 传播给全国 为了能演好这部电视剧 全剧组工作人员 都用黄大年的精神 激励着自己 而在剧中 饰演黄大年妻子的演员 张凯莉现场就表示 戏里戏外 自己都被丁永代 朴实的表演所打动 刚才我看见 丁永代老师 非常感激 为什么呢 我觉得 他好像就是大年人 因为丁永代老师 演得实在很好 因为这样一个形象 他又非常平质 是朴素 身体 把我 他就是一个丈夫 一个长发 爱家 爱孩子 爱大家 爱小家 这样一个 也是时代开放 也是道开放 除了演员们用真挚的表演 打动观众外 黄大年真实的事迹 同样感动这个时代所有的中国人 作为一名忠心报国的伟大科学家 黄大年同志 放弃国外优厚条件 毅然回国 带领四百多名高级研究人员 攻破一道道难关 创造多项中国人 发布会上聊起这些了不起的成就 演员马月现场也是一度毁业 因为黄大年是因为他的生命在和时间赛跑 他只有他的那样的一个战略科学家的高度 他才能懂得我们在和世界先进国家赛跑 他恨不得他一年的工作都放在一天之路过 这样一个科学家 这样一个物产大人 他在践行着他的出循 我想这是一个像十个大现实的一个在 精确不过的一个好作品 用心打造精品 陈勋奇抗癌复出 拍摄正能量电影 电影导演陈勋奇去年九月份 患上了罕见的甲状腺未分化癌 而在抗癌的一年中 陈勋奇导演也不放弃对电影的热爱 如今他筹备了三年的电影《美丽战争》 终于在江苏无锡正式开机 近日导演陈勋奇写谭耀文 孟广美 马国明等主创 西数亮相开机发布会 该片讲述了超模女孩安威威 因车祸失去左腿 为重返踢台 她安装一支 毅然参加模特真人秀大赛的故事 谈起这部戏 陈勋奇滔滔不绝 讲述自己的见解 似乎全然忘记了 生蛋已被癌细胞破坏一事 对于电影事业 还是饱含畸形与正能量 可以说是老天爷让我重生 现在陈勋奇一个重生的电影员 所以呢 我会不断地继续我的理想 就是利用我的演示照片 让它正能量 这部戏的主题 我希望能够让正常的观众 看到残疾人的那种奋斗的精神 那很多孩子 他会觉得残疾人就可以做到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要更出色 做得更好 为人乐观 生活积极的陈勋奇 在片场却是一个相当严格的导演 为了给观众呈现最好的电影效果 简单一个镜头 足足拍了三十多条才过 以至于孟广美这样一位 从演多年的演员 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实力 其实这也是我从影以来 take数最多的一次 其实导演没有很具体地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哪里不好 或者是哪里需要改进 他就是告诉我 很好 但我要一个更好的 就是自己一开始会有点点燥 因为真心是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但是后来过了十个take之后呢 就开始明白导演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而且导演的最高纪录是100 自己拍戏都拍108条 所以我觉得我30条过我是很厉害的了 乐凡天总和报道 紫围 你今天有没有在网上关注过一个小演员版的白蛇传 确实有看过 而且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小演员们 你说他们年纪轻轻就能把角色演得这么的好 不得不给他们点的赞哦 是 所以这些小演员们又重新翻拍了87版的《红楼梦》 就是为了致敬经典 而且呢导演也说了 希望通过小演员们的演技来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小戏古板的《红楼梦》 今年是87版《红楼梦》开播30周年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 一部以致敬《红楼梦》为名的翻拍之作 小戏古《红楼梦》之刘姥姥姓大官员受到大侠关注 该剧中所有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10岁 一群稚气的孩子 却将《红楼梦》中的每个角色都演得活灵活现 比如在剧中饰演林黛玉的周阳岳 一平一笑都与原著有几分相似之处 这么大了 李李姨妈她就是个最老道的 见李姨妈她就撒娇 你这个姐姐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 有了正经事和她商量 没了事幸亏她开开我的心呢 她便在往着这样 分明是起我没娘的人 故意来刺我的眼 还有十岁小演员郭妃 把王熙凤的风雨淹溢的淋漓尽致 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 知道的那说你们怨气我们不肯常来 不知道的那群小人就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凭借对经典作品的神还原 小戏古板《红楼梦》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在某知名影评网站中 该剧评分高达9.3分 人民日报也在官方平台称赞这群00后小演员厚生可畏 他们是向87版《红楼梦》致敬也收获了致敬 这句究竟和87版《红楼梦》有多神似 我们来对比一下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中还原度最难的一部作品 虽然目前翻拍作品很多但有口皆碑的寥寥无几 让一群孩童来演绎一部成人都未必能够完美诠释的作品 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小演员们背后的努力 在拍摄之前小演员们进行了长达三四个月的学习与训练 丽雄除了相貌外在仪态气质上也尽量贴近原住 首先这个坐姿跟人物的身份都是很有关系的 你们明白自己在甲府中的身份都是什么样的 明白 明白 你们现在按照你们的理解随便做 好一二三坐吧 看这个袁非刚刚怎么做的 袁非你刚刚为什么那样做 这是因为身份很高 你觉得身份很高贵 所以就是可以做得随意一点是吧 对 其实你是个大家的 不是说身份越高贵 它就可以越随意 反而是身份越高贵 它受的约束就越多 你的身体要非常的正 同时你的眼神要平视前方 把那个黄飞的这个气派给做出来 请娘娘入座寿礼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戏剧感受 小戏骨门演戏时也是用尽全力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努力将每个细节做到最好 比如在这场贾老爷棒打宝玉的戏份中 虽然用的是纸轴材料的海绵棍子 但用力打时间长了还是会有些疼 剧组贴心的为小演员准备了棉垫 小演员却拒绝了 你给我打着我招牢啊 老平平 哇 啊 你也要在那些东西啊 你没有一个好事拍的时候 你就别说了 哦 你不要这个好 你为什么不肯定变点 因为还是这样呢 第一又真 他的真实了我的眼好眼 就吸收了一下自己 这老戏拍了多久啊 从 上午拍到下午吃饭 你怎么哭了呀 太疼了 这么疼怎么不练垫子呢 真打的话又真实 然后呢我们演的还会 更好演一些所以我就 忍下来了 小演员们的这股认真的劲儿着实值得点赞 话又说回来 虽说小演员们现在获得了诸多认可 但未来演艺的路还很长 希望小演员们在以后成长的日子里 更加专注于演戏 继续磨练自己的演技 为观众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乐翻天综合报道 欧阳振华首演舞台剧 苦碑台词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记性点点亮 别走 欢迎各位回到《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内心面提加冠名播出的娱乐的翻天 大家好我是金泽源 大家好我是紫薇 那说到春晚就会让人想到一对黄金搭档 就是朱世茂和陈佩斯 他俩演的这个主角与配角 还有吃面等经典的小品作品 都让观众印象深刻笑声不断哦 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有莉莉的感觉 最近又是传出了我们朱世茂老师的好消息 演而又指导他继续担任导演 听说在选演员方面也是费尽心思哦 一起去看一下 不断挑战自我 朱世茂二度指导刷脸妖演员 近日电影《胡杨》的夏天 在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 导演朱世茂亮相现场 这部影片不仅有朱一龙 江瑞佳等年轻演员参演 更有陈佩斯 潘长江 乌军梅等实力派演员重邦加盟 佩斯老师也好 长江老师也好 他们都非常准确的完成了剧中的人物 真是现在看了还真是非他们莫属啊 特别是佩斯我们老搭档老哥们给面子嘛 也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所以包括长江老师啊等等等等 就是一个信息一个电话 都没有任何的提任何要求就过来了 从喜剧演员转型电影导演 虽然朱世茂此番也是二度指导 但他还是不敢有丝毫松懈 认真努力的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只为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好的电影作品 这个从一个演员改行做导演他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吧 这个因为虽然都是演绎这个圈里的事儿 但是行当不同说付出的努力方向也不同吧 现在看来啊导演和演员比啊 我觉得导演更辛苦一点 因为演员有的时候戏没有 还可以休息一天 但是导演每一个环节都在 不断挑战自我 欧阳振华首演舞台剧苦悲台词 近日第三届国际喜剧节在上海举行 作为本届喜剧节的特邀舞台剧《只飞机的天空》 主演欧阳振华 万奇文等人也是悉数现身 从大律师于在春到高级警察陈小生 欧阳振华曾经给观众们塑造了很多电视剧中的经典角色 但此番挑战舞台剧 欧阳振华却是头一回 为什么要去挑战这个舞台剧 很难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加上 还没有关系的 你看我的心里长大 我也看你的舞台是 变老了 而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 他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排练中去 用好作品回报观众 我首先把我的记性那天亮 你花了多少时间背这个台词 我 我们很 我们一个人 但台词很难 如果我们一起背台词 有对手 对 近日电影《天才枪手》宣布10月13日登陆内地院线 据悉此前该片已经成功问鼎泰国年度票房冠军 与以往的校园青春故事片不同的是 电影《天才枪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完美融合青春片与犯罪类型片的特色 影片不再拘泥于爱情与友情的套路 而是所有经历过考试的人都能有所共鸣的电影 拍出了考试制度下每个人的独特性 在此次曝光的预告片中 电影所透露出的超然节奏与剪辑 也让人超有代入感肾上腺素飙升 你们能不能提出体会更多人 一直在想一样的事 你们勿告太快 起来再 ا费用 再教赏1 3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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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大人 洛山天综合报道 朋友们来到玻璃海带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期的正确答案 就是鼓励娜沙 恭喜一山的两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我们玻璃海苔礼包一份 以及我手中东南卫视娱乐乐凡天 为你定制的充电宝一枚咯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就是 手里拿着这个的人是谁 登陆乐凡天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苔 提供的礼包一份 以及乐凡天定制的充电宝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实施冒险网主题乐园国际零食节 10月1号正式开幕 小云电话400-0028-288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些 各位天气转良 注意加油 明天见 明天见